那我们先把它一先在云端上面产生一个空白资料夹 二的话你就先打勾 再把它放上去 放上去当然你可以用拖拉 我先用拖拉 或按右键你可以上传也可以 都可以 然后它这个时候会怎么样 帮我把这一个试算表 特别注意 它是帮我把这个试算表丢上去之后 它要做转换 转换 这边的话是Excel的试算表 传上去因为我这边有打勾 所以它已经变成Google试算表 那是不是Google试算表有什么差别 其实你也可以试一下 我是建议这个不要做错的话 应该就OK了 因为我怕有些同学对这个不熟会产生错 那最大的差别你会办法图示 这个是Google的 刚好十字 那XX的话就Excel 那如果你把它点开来 如果长这样子 表示你没转换 那你可不可以再转换 可以再转换 如果很麻烦 那如果你有转换打开来 它就直接用Google打开了 Google试算表打开 差别在这里而已 OK 他就想说 那老师 那我要怎么样可以把它变成一个资料来源 OK 跟别人同步哦 也就是说将来你当然会新增或删除资料 比如说我删除后面几笔资料 假设我删掉2490 那未来当然哦 会势必会少几笔 那你可爱端 如果没有同步的话 会产生错误啊 所以怎么办呢 所以这地方的话呢 第一步 一上传 二的话呢 你可以利用那个Google试算表提供的一个功能 我觉得还蛮好的 那个功能就是什么 你可以发布到网络 也就是说呢 你可以把这一些资料怎么样 把它发布到网络上面变成一个网页 或者变成一个网络的云端资料 都可以 那这边的话呢 这个功能还蛮好用的 而且你说这个 这个的好处在哪 第一个啊 你不用加Server 它等同就是你有加Server的那个功能 第二个你想说那稳定性好不好 其实我已经用了超过十年了 也没发生过任何问题 其实Google说在这部分的话 应该没有问题啦 因为它的Server数量 是以几百万来统计的 在什么爱华达州 地下的那个沙漠底下 它有几百万个Server 它互相备份 就是比我们自己的Server还安全 所以倒不如 那当然你会有隐私的问题 但尽量不要用它 OK 那我们可以讲 接下来上去之后的话 发布到网络 那特别注意哦 它这边会问你几个问题 你是不是要整份文件发布 那当然如果你不是的话 比如说我只要这个工作表 那我就改 用问题05 那我要发布成什么呢 其实它可以让你选 以前只能发布成网页 现在甚至可以发布成CSV 这个CSV什么呢 其实就是,豆点隔开的 其实这两个都可以 那你想说那如果发布出去之后的话 那我怎么跟康爱端去做同步 很简单嘛 你将来你只要把发布出去的网址 写成,写到哪里呢 写到VBA里面 它再去抓取就好了 那抓取的时候 先把资料先删掉 然后我们就把它再抓一个新的放回 放到我们原来的位置就可以了 所以第一步我们先产生一个网路来源 然后并且删掉几笔看看 然后接下来就是利用什么 发布到网路 档案里面有发布到 然后把这个工作表 我们干脆等一下可以试试看 网页或CSV 我们先试试看用网页好了 OK,按发布 那你发布之后 它问你说是不是要确定发布 那你要当然确定 不过确定之前 底下还有个设定 这边有没有 内容有所变动的 这个预设是有打勾的 这不用改 除非说你如果不打勾的话 那表示你上面变工 你将来别人抓也是抓旧的 所以这一定要打 所以这不用 那最后的话底下会提供给你什么 一个你的网址 那这个网址也说它已经变成一个网页了 那这个网页你可以把它复制之后 或者前往按右键 我们前往过来之后 你会发现它现在 就会是一个四串表的网页 然后会开放在网路上 OK 所以如果 当然前提是对方要知道你这个网址 他才有办法抓到这个资料 如果他不知道的话 当然就没办法抓渠道 不过这么长一串 说真的要抓也不太容易 然后 所以我们已经知道有这个网页了 OK,那我们可以怎么样 可以再来做一件事 待会就是回到Excel 我们可以先把旧资料先全部删掉 然后做什么呢 再把那个东西从网路上捞一下 怎么捞呢 其实你可以利用资料里面的从Web 从Web它会出现什么 地址有没有 那地址部分的话呢 我就可以把刚刚产生的这个网址复制起来 然后做什么呢 把它贴到上面来 按一个到就可以了 这个时候的话呢 它会出现错了 反正不管 你按确认 这个时候呢 它会把网路上面的这个表格 让你显示出来 那你只要把它打个勾 按个汇入就可以了 它问你汇入到 汇入到哪里 所以你要看现在正在汇入 那就整个汇入 汇入到A1 按确认 OK 资料正在截取中 整个就全部下来了 但是 因为这个可能还是要手动 那我们如果不要手动的话 你可以把刚刚这些动作 用录制聚集的方式 来把它录下来 变成一个按钮就可以了 OK 所以这部分的话 请各位